开始的时候很多人都说我是一个商人 不是一个艺术家 可是到现在我很高兴 是很多人都公认他是一个艺术家 不是一个商人 商人和艺术家没什么两样 一个艺术家也是要卖画 也是要找到支应者 欢迎大家到我中学腾 能创造呈现的一个空间 所以我就给你看 一个领袖 兔子就是领袖 要带领全部人进去 不管早上 晚上 不管白天 黑夜 你一定要光亮 看这个 当作一粒眼睛看 然后慢慢看出来 你就会看到一只兔子 要变成一条龙的感觉 庄学腾担任 槟城艺术协会主席超过十年 回想自己当初立志要成为艺术家 也只是无心插柳开启的旅程 他14岁开始收藏古玩 大学远赴澳洲求学之际 意外接触到绘画和瓷器 竟也默默感染艺术自由奔放的气息 深深着迷 当时跟一些艺术家做古 做瓷器的朋友们聊天 那种生活 那种很趣味的 lifestyle 就这样我就不知不觉地慢慢爱上艺术 就是这样 画也是这样 画本来在那边学了一点画术 可是我回来的时候要呈现画的时候 我就觉得如果我画树、画房、画街景 肯定不会赢这些在这边画了几十年的艺术家 而且也没必要争 因为各有各的风格 可是我还是觉得怎么样把野性的理念带出来 所以后来的时候我第一个展出来的时候 我就用破、用东方的破墨法 可是用西方的理念来呈现 所以我的作品里面 不管是画还是不管是雕塑 都带有东西两种的作合 我破这次出来的时候 就好像一只狼在宣教着 显示出我当时要画图 要创造的时候那种的意念 我要画就是我要画 不管有没有布 没有布我就找其他东西 要把这个东西发泄出来 所以就在那时就好像一只狼这样 在发泄说我的世界、我的天地 我就是装学腾 我这个人对失望来讲是很短暂的 因为我觉得失望 不管你是酷还是你是失望 你还是要站起来 所以你倒不如不要浪费那么多时间去失望 还是去伤心 因为始终要面对 可是可以谈到的就是我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刚刚开始呈现我的画的时候 也不能怪谁 因为我是一个收藏家 家里也是有一点背景 所以我呈现画的时候 第一次跟一些朋友主办了一个联合展的时候 就有很多画家在前面是刀盒 在后面是背后插刀 所以前面的时候 你画的这个 到后面来的时候 他说这个有钱的小孩子 什么什么愣七八糟的 出来就是为了show off 为了闲药 所以我就给我自己一个时间 我跟我自己说 如果十年里面 十年里面如果我的画作不能给国家画廊收藏 那就不要当艺术家了 可是印记也蛮好的 好像是第五年还是第六年的时候 国家画廊就来要收购我的画 所以当时就增加了我很多的信心 庄学藤的画作成为马来西亚国家画廊的收藏品之一 面具重生系列的雕塑作品 入围2021年伦敦艺术双年展参展资格 Salam系列的雕塑作品 于2013年被国家选为赠礼送给伦敦市 这些艺术成就都有目共睹 也让庄学藤冲破了曾经不被认可的困境 这是做得很漂亮的 可是这个就很不同 可是我比较喜欢做这个 因为这个每个人都会做 这个很多人不敢做 因为我不是学这种的 所以我是用我自己来要做个这个 这个是嘴巴上的那 所以我就这样想看镜子 这样给我们移他的嘴巴上 所以我的这个要上 所以我的idea做自己的嘴巴上下 所以你会慢慢思考 慢慢思考 庄学藤最新于绘画雕塑的同时 也不忘创建结合商业运营模式的 艺术生态系统 2023年11月打造的超越当代 槟城国际艺术博览会 就是庄学藤的心血 它集结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 共同打造市场 让艺术家们借此找到知音 对我来说老实讲 最喜欢的部分还是创作 因为创作就是全部我的 一张白纸 一堆你做出来的东西 我的思想 我的理念 我的线条 我的颜色 我的全部都是我的 只是到最后要找一个喜欢我的 就是这么简单 可是我觉得一个艺术家 一个创造者 你不单单应该创造 可是你也应该创造机会 创造机会就是带其他艺术家 带其他的大众 带其他的收藏家 一起来了解 为什么呢 很重要的就是 艺术不是一个人的 艺术是一个群体的 艺术是一个社会的 那是最不被注重的 要发展经济 发展什么 可是他们不了解 有体无魂 你发展的不久 一个家的时候也是一样 你要大家好 大家一起上水帐才能穿高 我们有那个责任 不是一个自私的责任 是一个大众的责任 一个大型的责任 把整个艺术界推上 所以我才从创造者 做收藏家 做策展人 而且做到今天的超越当代 在槟城的国际展 因为这些是要把全部 全部的人凝聚在一起 了解艺术的重要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